這段影片要簡單介紹一下 iOS 8 備忘錄的新功能 Apple Note 要小心 你現在可以為文字進行反鍵D轉換 或是加入文字屬性轉成簡體 或是將文字加粗體、斜體或是底線 更重要的是現在插入照片 備忘錄編輯好後 可以直接進行分享 然後也會自動同步到你的其他iPhone 或是Mac電腦上都會自動同步 在這裡 可以讓大家看 我會幫你做一個小小小的 我會把這幾個小小小的小小 我們在這幾個小小小的小小小